重要的民生消息要为您报道 黑心食品在天一庄 高雄检警单位查获了一家农政仙公司 涉嫌使用保水剂把肉品增重再卖给军队 甚至还替其他冷冻食品公司加工 销到台湾各地 卫生单位初步估计七年下来的不法获利 高达六亿五千万元 先进搜索农政仙公司 这家位于高雄湖内的食品公司 以保水剂将牛猪羊肉增重 主要销往全台二十六处国军副食品供应站 涉嫌诈欺与违反食安法 遭到高雄地检署查获 以保水剂注射的方式 先以按摩泡水等各种方式 连续加工两到三次之后 使着这个肉品增重达 至少都达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 甚至达一倍以上 那在供货与国军的副食品供应站 而榨国军 检方指出农政仙每公斤进货价两百二十元 却仅以一百三十元卖出 明显不符成本 近年来因为肉品餐水率高 遭到国军副食品供应站 罚一百多次却依旧续约 不仅国军受害 农政仙甚至替高雄华城匠园 台南乐器等食品业者代工 再做成料理包或火锅料等产品 贩售到下游厂商 连台南监狱都有采购 估计不法获利多达六亿五千多万元 卫生单位同步进行查封 外场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这些资料 学校营养午餐目前我们还没有获得 那个这些资料 卫生局表示保水剂成分是综合磷酸盐 属于合法食品添加物 但生鲜肉品不得添加 人体摄取过量可能会造成肾脏病变 严重甚至导致癌症 国王部已经下令停止供应农政仙肉品 复工站将全数肉品封存 配合检调厘清案情 后续将一约罚款求偿 记者综合报道